今天是12年上班的第一天 市区的乡村牛排馆 为了鼓励弱势及用功向上的孩子 努力图书 特别停止半天营业 招待中正国小27位学生 免费吃牛排 我们用餐的有猪排 有牛排 中正国小27位同学来到牛排店做定位 每个人脸上充满兴奋的表情 因为他们就要实现吃牛排的愿望 牛排杯子 好甜味啊 好幸福啊 不是像有钱人家那样可以说吃就吃 很少就是偶尔吃一次这样 今天人来这就很高兴 一直想到牛排 睡觉前就想到明天要吃牛排 有的小朋友第一次吃牛排 既期待又开心 牛排店的老板娘特地教小朋友 西餐的用餐礼仪 不过看到桌上香喷喷的牛排 小朋友把刚刚的礼仪全都抛在脑后 擦纸上的牛肉就往嘴里塞 就是继续很期待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我第一次吃过的 太幸福了 一个月就快过年了 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做一个活动 物价都一直一直在涨很多东西 就要开始涨价了 那我们也想说利用这个机会让小朋友知道说 在大人的世界里也有温暖的一面 中正国小有许多的弱食家庭 学生要吃到热腾腾的牛排比较不容易 校方为了鼓励用功读书的孩子 同时也让一些低收入户的小朋友品尝到牛排 市中心这间乡村牛排店的业者 听到小朋友的愿望后 很豪爽的一口答应 社会上真的是蛮多温暖的啦 事实上我们这边还有四位小朋友是第一次来体验这样的活动 那我们上个礼拜在发同意书调查表的时候 事实上很多小朋友都很开心到校长室来说 哇他们终于第一次可以来尝试这样的体验活动 除了免费招待学童大蛋牛排 业者还准备了小礼物送给每位小朋友 新的一年到来业者暂停半天一夜 用爱心来招待学童 看着小朋友吃得好满足 业者也开心在心头 记者黄绍明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